好,当周阳。 我又看到那个光线了,有几根光线。 崇拜于这里摄过来。 前面我们看到摄过来的光线,最后拐了一个光线,成了一钩的形状。 现在我看到的形状是一个直线,到了一个地方拐了半个圈,就像半圆,然后又有直线走了。 就漏过了一个什么东西。 光线在那个地方漏过了一个东西。 漏过了一个东西。 然后,好像漏了一下以后就没能量了。 没能量。 然后,这个本来应该活动的东西,最后变成不活动。 不活动以后就卡在身体里了。 这样的能量占宽就很低了。 很低很低了。 但是,天无节省之落。 后来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, 供能量,获得能量。 用量是谁的方法。 用量是谁的方法,把能量续上。 续上了这些能量。 这让我们也是豪转了很多。 让我们豪转了很多。 把能量去更低了。 然后呢,现在呢,通过领培找到源头以后呢, 外星人在做几件事情。 一个就是把那个社会来的, 已经消耗掉能量的那个光线, 插在人体的那个光线呢, 把它清走,把它拔出去,退走。 这个从新人生活插在东西,插在人体里面以后, 然而影响功能是一样的。 这是一件事。 另外一个呢,要把核武者, 地球上核武者给起走。 核武者给起走。 所以呢,这些工作都是要做。 都是要做。 然后现在,正在把那个光线, 又拔出了几根。 又拔出了几根。 这样呢, 又可以让人体功能恢复一点。 又可以让人体功能恢复一点。 这是这么一个状况。 这么一个状况。 好,知道了。 再见。 再见。